大家好,我是Brian 今天又為大家介紹F1 1比43的Diagostini F1的Machine Collection 這次跟大家介紹,又是另一個世界冠軍 基本上,在這個雜誌中,包羅的暴論是1950年代至2018年的戰車 基本上多數是冠軍車手的座駕 這次亦不例外 但這次冠軍車手的故事都很引人入勝 2005和2006年的世界冠軍阿朗素 好,就是西班牙的賽車手Felando Alonso 今年光明退休,先退火 說到這個賽車手的戰績和賽事的經驗 都是一匹步那麼長 當然我不會跟你講到長篇大論,但非常精彩 他的賽車生涯其實跟現在另一位當打的德國賽車手 維特爾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他正正又是跟這個維特爾非常好的對手 好,2005、2006年就是阿朗素青王的時間 連續兩屆在雷諾車隊就獲得世界冠軍 連續兩年都是雷諾車隊 其實他首先參加F1賽事 是2003年開始就已經入雷諾車隊了 當時第一次他的戰績已經不錯了 已經獲得全年的第六名 第二屆,2004年已經獲得第四名 僅僅四 但是呢,又是第三年厲害了 2005和2006年 就一樣就約上世界冠軍的寶座 如果有留意這二、三十年的 F1賽車壇裡的競逐史 其實阿朗素也是舉足輕重的 剛剛他就在幾代車神之間出現 而另外其中一位呢 就是七屆世界冠軍 舒默加 那麼呢 2006年呢 也就是2006年呢 就是舒默加最後一屆的一分賽事 而這一屆呢 阿朗素也是技術性 極度了這位車神 舒默加 舒默加在2006年退休之前 他才能夠拿到第二 而阿朗素自己呢 他也都形容 舒默加是他賽車生裡面 最好的對手 在去到 拿了兩屆世界冠軍之後呢 他呢 就一路輾轉 就加日盟過 麥拿倫的 巴英子車隊 去回又去回雷諾車隊 又去到佛拉里車隊 接近呢 有五年的時間 然後最後這幾年呢 應該 在這幾年呢 在18年 17年期間呢 就去回麥拿倫的 Honda車隊 那他的戰績呢 最標逼的時間呢 應該是2005 2006年 即是在他第三年 第四年 參加一分賽事 已經獲得世界冠軍 其實來說呢 也有一個天分很好的賽車手 但是呢 在同期呢 也都擁建了另外一位 很有天分 又是一個車神級的 車手 就是韋特爾 德國的韋特爾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這段時間呢 自從2006年之後 他拿完世界冠軍之後呢 他轉了去 麥拿倫的Bank次隊 一年 那年成績就不好的 然後回回旅遊車隊 就拿了第五和第八名 連續兩年 成績都是普普通通 最後呢 去了佛拉利車隊 就2010年至2014年 去佛拉利車隊 成績就不錯了 但是呢 你看回歷史呢 陰共羅 街街呢 都是屈曲第二 要不就是第四 那連續幾屆呢 維特爾 拿世界冠軍那幾年呢 其實他都在他後面 拿了第二名 那所以呢 自從維特爾出現呢 其實阿朗素呢 光芒呢 就被蓋過了 所以呢 都是有點可惜的 但是很多時候比賽就是這樣的 按回阿朗素自己呢 這一架車呢 就是2005年 他的冠軍座架 也是第一次 拿世界冠軍的冠軍座架 是雷拿車隊的 典型啦 都是以藍王為主的 色彩 那呢 原來2005年的車呢 其實 和2010年代的車呢 開始呢 是轉化著的 有點像的了 你看到呢 後面這一部分 後面這一部分 這部分 比以前的80年代 90年代的車呢 是大了 另外呢 前面前擾流器 和車頭之間呢 那個呢 開始有一個 分開了的設計 即是說 車頭和擾流器之間呢 其實是有一個距離的 以前的車呢 就是車頭和前擾流器呢 是連著的 另外就是 車身裡面呢 有很多 一些不同的 擾流器 或者一些擾身部分呢 就是加上去的 講回阿朗素的戰績呢 在找你車隊的時間呢 其實成績都非常不錯的 但是呢 從來呢 都沒有拿世界冠軍的 連續幾年呢 都是屈居於維特兒之下 但是呢 在賽生牙裡面呢 在法拉里車隊的成績呢 都是不錯的 連續幾年拿第二 又第四名 其實都不錯 但是當然 始終是不及 令他連續兩屆 很多世界冠軍 那去到 後期 2015年至2017年呢 他的成績呢 就真的 就突然足塵了 所以呢 可能都或者 年紀大 或者一代 新人換救人 那有夏美頓啊 還有其他幾位 新的車手 湧現呢 他也是時候要退休了 看回這一本書呢 就是我們的 Argostini 第20期 在20期的雜誌裡面呢 就會有這一架 200年的世界冠軍 阿朗素的座家 雷諾車隊 那 那 這款車 雖然是2005年 但是看上去那個 那個設計呢 跟現在 10年代的車呢 是都很接近的了 很多標誌性的部件 或者是車身的設計呢 都跟201年代的車呢 是有些相近的地方 那 依然呢 覺得是非常英俊 而且顏色配色 又是很搶眼的 你會發現這麼多年呢 其實呢 一直都是幾對競女 一直支配著整個 F1賽車壇 當然啦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競女 就領先 那 你每個年代都很不同的 雷諾呢 其實差不多是F1的 中流底柱 這麼多年來都有參與賽車 F1的賽車 而且呢 成績都是不錯的 而且他們都有不同的 車隊 不單止一對雷諾 車隊可能有時候會跟其他車隊 合作 或者其他的贊助商去合作 看看一本書先啦 這個就是雷諾R25的車型 那麼去到書裡面 一定很精彩 哇 真妻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阿朗蘇 好年輕一點 看看阿朗蘇的天色 2005年 拿了多少站分站冠軍呢 是拿了7站的 你可以知道呢 哥連呢 他贏得呢 都不是大幅炮來的 因為只有很多站 講講站數了 其實呢 隨著80年代到90年代 有16站 多數有16站組成的賽事之後呢 去到現在呢 已經超過有20站 甚至21站的賽事了 還有計分制度呢 也有變化的 所以相信呢 其實都會帶給車手 有不同的新的挑戰 或者可能更加公道 這裡呢 我就沒有做細細細細細研究 究竟新的計分制度 還是舊的計分制度 還是舊的計分制度 鼓勵車手 勇猛一點呢 這個我就不會說了 這個部分看到呢 哇 哇 同一個車隊 兩架戰車一齊 那麼可以看到呢 車身的設計 上色啊 顏色啊 顏色啊 車手的基本上的戰衣呢 是接近一樣的 當然頭盔是最大的色別啦 另外還有車身的號碼 那麼我們發覺呢 有部份的車呢 其實呢 有時候會印上一些特別的名字啊 車手揚手機站 分站本軍的 那麼就看一下 車隊和車手之間的外號啊 原來呢 這部車呢 都有 當時也有煙草贊助商的 MINE7 那但是呢 應該 現在產品都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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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幸好呢 因為去到2000年期間 很多的煙草贊助商 已經很小了 那些贊助的標誌 所以呢 就不會影響我們的真實性 那呢 我接觸了多了這些 嗯 Diagostini的車之後 發覺呢 其實 其實 摸了幾部的車身呢 都是Dicast的 即是金屬的車身來的 那些 擾流器 即是前擾流器 我們叫定風液吧 即是定風液吧 的 部份呢 就可能是膠的 那車輪不需要說 一定是膠的 其實都是值得讚的 就是那些DECO呢 真的做得 本身的設計很美 再做回到產品上 真的很精細 感覺 剛剛最近呢 F1總會呢 就公佈了 2021年呢 他們的決定呢 去改善那個規條呢 就是 在車身的設計裏面呢 將會有大幅的變化 那如果你有興趣呢 上網看看呢 哇 那些概念的車的設計呢 實在令人很振奮的 因為呢 是很明顯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更加像那些超市林漢的形式 或者我們一些科幻的跑車 那有人跟我說呢 就是由於呢 F1呢 就由一些 美國的公司呢 開始入主了去 令到呢 一些的 措施和風格呢 比較 去商業化一點 就是說 當我們在車身 或者標誌 顏色 我們叫裝置上面呢 能夠更加大的自由度的話呢 其實整件事呢 就更加有吸引力 和更加商業化的 就這樣說呢 就把那些賽車產品 模型的 就更加有吸引力了 因為可能每一隊車隊的款式 和那些外表 可能更加有不同的風格 不過現在我看見這個 2005年的產物呢 我都會覺得非常之美 這架冠軍車手的車馬 五號仔 看到啦 阿朗索 冠軍車的 講到模型啊 或者收藏品呢 大家師兄呢 都很重視那個質量啊 QCM啦 那呢 這一個牌子呢 我就知道呢 始終價位的問題呢 就真是 我平時很相宜的 有一個Display盒 這個盒啊 就低座 還不是一個黑色的低座 就是一個賽道的低座 有了所有的資料 還有車身 還有一些細部位 那我就很滿足的了 但當然啦 要看回它 要去深究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 Dicast的位置 無論是金屬或膠件的位置 其實呢 因為它有一點點 輕微的 不對稱 其實 不是的 我會告訴大家 那前妖流器呢 你看到我們 鏡頭右邊呢 那塊呢 是稍稍稍稍稍高一點 那當然 都相信 不是因為車身設計問題了 但你看到這裡 入風位呢 那裡 那個天使問題呢 都是有一點點 硬硬的 那當然 是不太完美的 但是呢 我自己的收貨 因為 我不會對著電風業 往日 彎了 彎了 哎呀 好不開心 那當然啦 你不要被車崩了 爛了 掉錯路 不行啦 但 基本上 你大致上 整個車的特性呀 特徵呀 形態呀 設計呀 都表露出來的話 我自己就 接受的啦 你看看你給多少錢 我經常都這樣說 沒有理由 蝦買 蝦買 蝦買的價錢 如此的質素 說就這樣說 這些宣傳策略來的 長遠怎麼可以做到這種的鎮量呢 那當然呢 一些高檔一點的 大概五百元至七百元呢 價的那些 牌子呢 就漂亮一點的 還有車手 頭啊 車身那樣 但是 價位是差很多 那我發覺呢 他們出的車呢 好適度和好厲害 那我舉個例子 其實每年呢 參賽賽車都起碼有二十部 十對車隊大概 那其實呢 不要計兩個車 就是兩個不同號碼啦 同一款車 起碼都有十款不同的車 那其實真的不是每一屆都出的 那你這麼多年的話 其實 我當你二零一零 照應一八到九年 那你其實有九十款車 你可以出的 那你見不是那個牌子出的 那所以呢 這些雜誌的 的 的 作品 的產品呢 其實就可以保留了一些空洞位 那當然 大家都在焦點著一些 其實是一些冠軍車 或者是出名的車 或者是外形道德的車 那所以這款是冷門車 大家可以去買到 那 希望 然後呢 就出了十款 哇 這樣就正了 連連都一起對 一個賽車的情景 起步的那個 那個情景已經夠了一流 不錯 真的不錯 尤其是這些花 2005年 他基本上保留了絕大部分 版九成的花 九成幾 還有新款的車 其實是很帥的 好啦 今天跟大家介紹了這位 阿朗素 2005年和06年的世界冠軍 剛剛退休 那其實 一路的成績都不錯 但是 韋律師 他遇到一個 生命裡面 蔡青森裡面的宿敵 韋律師 連續四五屆 拿了冠軍 也都踩著他 他才能夠拿第二 唉 有點可惜 但也沒有這麼算的 他側景都拿過世界冠軍 是吧 好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 把玩具 我是Brian 歡迎大家 去Subscribe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我們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ToysTV 多謝收看 記得 你的支持很重要的 請你Subscribe我們 或者是Like我們 千萬不要吝嗇 因為這個Like 都很重要的 Thank you 多謝你 拜拜